活动内容主要由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黄长述 副主委林新阳 口卫主委林建宏 口卫副主委蔡婉如等专业牙医师设计 教导家长和孩子们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 以及结牙技巧并且将牙医诊疗室 变身为欢乐牙医游乐园 带领小朋友们坐上诊疗椅太空船 实际体验各式各样的牙医器械 让原本害怕看牙的小朋友也想坐上诊疗椅尝试一下 也借此让小朋友从小学习照顾牙齿的重要性 我们就是活动一种 然后让小朋友上诊疗椅的体验 然后去有认识的那些工具 你会看牙齿就比较厉害 体验看牙齿来觉得我的胎 让我们觉得胎牙齿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能够学习的 照顾系共同合作 第六年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刷牙结牙方式 维护口腔健康 学子的一个取子率 我们从三年前不合格的41% 取子率41% 一直到今年整个取子率降到31% 整整降了10个百分比 那显示基隆士幼儿的一个牙医结牙的观念 向下扎痕之后非常有成效 那牙医检所的体验餐员 能够让我们家长能够去及早意识到 帮助小朋友从小建立结牙的好习惯 以及让小朋友透过趣味化游戏式的方式 去了解了一个器具它的功能 通常这个口腔的保健证据的知识 从小开始没有做起 那我们教育处也非常支持 我记得我们在我们国小 办一些相关的比赛 那我们小朋友也会从小朋友开始认识 牙医保费的工作 基隆士牙医师工会也提醒家长 除了在幼儿园每半年屠服一次外 也要定期带小朋友到牙医院做检查 不要等到牙齿痛了才去看牙医 会更容易增加孩子看牙的恐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